7月21号,中美大学生跨文化交流团一行,抵达浙江省英波市,开启为期一天的文化交流之旅。 上午,交流团共赴双路集团,了解环保电池生产和产业发展情况。 每个月都很慢。 对,我们通常没有去厄房,在厄房里没有有信息,好像是一个公园。 美国学生与集团负责人,就环保电池产品迭代升级,海外市场拓展等问题,展开深入交流。 你现在在美国的大企业,在美国的公司,是一个主要公司的公司。 这是美国的主要公司,是一个主要公司的公司。 在美国的公司,在美国的公司。 所以, how did it grow to be into this huge corporation that you have now? 我认为,首先,在美国的公司是最重要的,尤其是最重要的,尤其是最重要的。 所以,美国的公司是最重要的,因为人们会买的公司,使用的公司, 然后,在美国的公司,我们会讨论的公司,尤其是在美国的公司。 所以,当你的品牌非常好,你会发生更多的销售。 而我们的公司是非常好的效果。 所以,我认为,这是一个主要公司的公司。 午后,一行人参观宁波周山港,感受世界一流海港的雄幻气势。 晚间,一行人抵达东前湖沿岸,在湖畔茶亭共赴晚宴。 上湖畔风景,想中国美食,以歌抒情,以舞会友,共同铺写中美文化交流,美好篇章。 转走转走,转走,转波转波我来了,耶!